游戏王中的经典梗 1.库里波救我 库里波是粒子球的日语音译 因为在动漫中 普通游戏曾经多次神抽粒子球 并且依靠粒子球的效果 防住对方致命攻击 从而翻盘 所以玩家在卡组有粒子球 且陷入绝境的情况下 喜欢用库里波救我来祈祷神抽 2.你的生命已如风中残竹了 游戏王中反派的口头禅 每当这句话说出来 就说明主角这把对局已经稳了 可以说是游戏王最强必buff 也是打牌时最不该说的一句话 3.演绎王 游戏王中的颜值崩坏 可以说是一个相当著名的梗了 每一部作品中都会有几个演绎大师出现 但是按马力克演绎天花板的位置 永远没有人可以动摇的 当时动画组为了展现马力克人格的转变 疯狂让马力克表演演绎 也正是因为这样 让他奠定了演绎祖师爷的地位 后面虽然城之内也想通过凡人之躯 挑战马力克演绎天花板的位置 但终究还是略逊一筹 4.游击王 一个贯穿始终的设定 那就是宿敌 正是因为这个设定的存在 所以诞生了许多官配 比如游戏和海马 时代和尤贝尔 谢格和杰克 而在宿敌命运的交织下 随着对彼此的了解越来越深入 最后也终于是诞生出了浓浓的机友情 但是这些都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 主角们的排影太大 并且各个直男 视妹子如浮云 最离谱的还得是杰克 他甚至能说出 真不愧是游击王 最后也没 tweak 最后这里